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五下午的即市攻略 首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恒生指數最新是26885點,下跌556點 而國企指數最新是10539點,下跌242點 而大股成交金額暫時達到877億元 而今個環節,我們請來Jason和我們聊聊天 Jason 你好 YoYo 你好 首先想和Jason說說大股發展 因為美國和朝鮮的關係緊張 隔晚美股三大指數都可以說是急措 而港股今早一度走低,失手了27000點的關口 半天跌了517點,現在越跌越深 接下來你覺得大股市的走勢或發展會怎樣呢 Jason 見到今天的恒指再跌多五百多點下來 都算是一個相當差的信號來 因為其實昨天都和大家說過 一開始那股市立即跌 某程度上都是代表著高位的沽壓相當大 還有昨天的成交都有1200億元 都很久沒見過的 即跌市裏面有這麼大的成交 亦都是代表著可能現在很多基金都選擇高位 就鎖定利潤了,有些回吐了 還有看到跌的股份數目都有1200多隻 到今天就更加有接近1500隻的股份是要跌的 即是說跌的股份就不只是一些藍銹股、週期股份 甚至乎有些可能之前沒什麼升過的一些細價股 同樣地都是要捱沽的 那這一方面可能就是反映了 現在市場上面都有一個走資的壓力 見到港匯就在前幾天就曾經是跌到去7.83這個位 全靠金管局方面的干預才有反彈 但是某程度上都是代表著現在本港的資金 是有一個流走的傾向的 所以短線裏面你看到這麼多股份跌的 還有高位的成交這麼大 這麼多人爭著要沽貨的 就算你說接下來那個恆指是反彈也好 但是都不要說有個很大的期望 說這一陣的反彈就可以再破之前的頂著的 特別就是看回今天那個恆指 直接跌穿那條20天線 跟著他就再插深一點點 就算你說去到下個星期有反彈 但回到27,200點 即是說今天的高位 又或者介乎那條20天線的位置 都是會有一個相當大的阻力 當然你說在那個基本面上 現在大家擔心一些地緣政治問題 北韓美國方面究竟會不會 揚醒一個更加大的衝突呢 我自己看這個機會就不大的 但畢竟就說之前的市 無論美股或者港股都累積升了這麼多上來 只要你說現在稍稍有少少一些的利淡因素 又或者一些負面的消息 都足以令到市可以跌多一點 所以短期我自己看那個恆指 就算反彈也好 27,200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接著再跌下去那一刻 分分鐘有機會試一下 大概26,400點 26,500點這些位置 好啊 其實今天領跌的股份 都可以說是騰訊 因為看到它曾經是錯半成 半天都是跌4% 現在暫時報313.6 跌13元的 Jason 其實大家都很留意騰訊 因為下星期三就會公佈這個業績 不少大行都有一些預期跟大家宣布 好像會說第二季的業績仍然保持強勁 預計收入會按年升四至五成 而當中大家最關注的當然都是它的手遊業務 物隔壁就認為它的手遊業務 會按年升四成四 按季就升8% 而高盛就認為它的手遊業務 會按年升五成七 也特別提到王者榮耀這個遊戲 因為遊戲人數是創新的 不過相信大家都記得 之前王者榮耀曾經被孤媒批評過 其實對騰訊的手遊業務 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批評 這個批評就出現在上個月 即是七月份的市 所以對於上半年 包括第二季的業績 就不太快反映出來 所以你單講第二季 即是四月至六月這段時間 我都相信 看回以往的數據 或者看回內地的一些網站上面 對於王者榮耀那些玩家的統計 或者付費的統計 都的確有一個相當強的表現 所以理論上 就是說手遊在這次出來的這份業績 第二季方面的收入 應該都還會落到一個相當強的增長 當然你說去到第三季 特別是上個月 官媒批評過 以及見到騰訊方面 都有些相關的政策 針對一些小朋友的玩家 或者一些青少年的玩家 那個上線的時間 或者是那個限制 都有機會令到它在第三季的收入 會有機會放緩 但如果單算上半年的手遊表現 我相信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好 然後跟Jason說騰訊其他業務 除了手遊之外 騰訊還有一些互聯網廣告 雲 那些大行都預期有一些想法 好像麥格里認為集團的支付 和雲的收入 可以保持三位數字的增長 至於這個高盛 就認為騰訊的互聯網廣告 可以保持強勁的增長 可以在第二季升到兩成九 其實你覺得這幾項業務 是不是接下來 仍然會有龐大的增長空間呢 除了你說手遊之外 另外一個很核心的業務 就是微信 旗下的朋友圈的廣告收入 大家都有很大的期望 因為內地方面 現時不能用Facebook 不能用其他社交網站的媒體 基本上絕大部分內地的人 如果要做一些分享 要做一些post的相片等等 都是用騰訊旗下的朋友圈 在活躍用戶人數 在單講微信方面 其實都說超過九億人 當中都有接近一半的人 都是開了朋友圈的帳戶 甚至乎都開賣 自己管的一些專業 這一方面廣告收入相當不錯 這些廣告就不是單單 一些消費品牌 就在朋友圈或者微信那裡 直接下一些展示式的廣告 還有其他的方式 例如說剛剛提過 可能有些明星或者公司 都會開自己一些專業 即所謂的page 去做一個推廣 它要令到那些post 是更加多人看的 或者可以令到那個關注度更加高的 他們需要額外付錢 做一些promotion 這一方面的廣告收入 其實都是一個相當大的增長量點 為什麼你說在過去這麼多年裡 Facebook的業績可以不斷增加呢 其實靠的就不是一些外間的品牌的廣告 反而是靠一些用戶 自己開一些page 自己做一些廣告的推廣 這一方面的收入 才是一個很主要的樂園來的 所以說廣告收入這邊 我亦都不是說太過擔心了 畢竟你說內地現在朋友圈 都成為一個這麼多人瀏覽的平台 無論是那些分享的數目 又或者是上線的用家的數目 都是不斷地創新高呢 那我都相信除了你說廣告量是增加之外 就連那個廣告的價都不斷是調升的 所以這一方面的收入都屬於一個很穩固的增長 就不會說太受那個經濟周期 又或者這些地緣政治的因素所影響 那除了你說廣告收入之外 也都有一個新興的業務 這幾年是增長得相當快的 就是那個微信支付 說內地現在是無論一些大公司 甚至乎你說的街邊檔 甚至乎小販 基本上都裝了微信支付相關的系統 就是說內地人基本上都可以 不用說帶錢包出街 不用說給現金的 那說拿著手機 嘟一嘟那條馬就能夠做到支付 那這一方面對於微信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 那除了你說它有機會收到商家的費用之外 那就算連用家方面 在對上那一年都有一些新的政策 就是會引入一個商業化的 例如說他們現在要在微信那裡拿錢走 那都是要額外給一個手續費 那雖然那個金額不是太多 或者說每拿一千元才給一元 但是當你的用戶是這麼大 或者當那些用戶放錢進去的額度是這麼高 那這個收費都能夠是 令到微信支付的收入 會有一個很強的增長 那除了你說這些本身核心的業務之外 也都不能夠忽略 就說騰訊本身的投資收益 都是一個相當之可觀的業務 好像你說第一季來說 本身為什麼你說它業績可以 可以比得到這麼多市場的預期 不是說單靠手遊或者廣告的收益 反而就說一些的投資 例如說它投資在Tesla方面 或者之前在北歐那邊 賣了芬蘭的手遊開發的公司 都說是能夠可以share他們的profit 又或者他們當股價升得厲害的時候 以一個公運值入賬 都能夠令到騰訊那盤數 即時賬面上會產生的利潤 甚至乎你說Supersale 或者芬蘭那間公司收到的股息 也是一個額外的收入來源 當然剛剛說這些例子都是冰山一角 因為騰訊在這幾年裡面 都不斷收購很多不同國家 一些關於遊戲或者AI等等 這一方面的股權 如果你看回過去這幾個月 無論是美股的科網股 或者歐洲方面的股市都做得這麼好 所以理論上他們這一方面的收入 都應該不會說差對比 所以如果你說到最後能夠可以 無論是手遊、廣告 或者是支付業務上做得好之餘 再加上這些額外的投資收益 我都相信騰訊的業績 應該都不會說差對比 不過今天有個消息傳出來 Jason說 國家網信辦 分別對騰訊、微信、新郎微博 和百度鐵巴立案去調查 因為有一些網民舉報 這三家網站有一些用戶在平台上 散布暴力恐怖、謠言和色情的事 涉嫌違反了網絡安全法 其實這個消息 會不會為騰訊帶來一些隱憂呢 短線是一個負面的因素 因為牽涉到一些監管的調查 或者是相關一些政策 針對騰訊旗下的業務 大家都會害怕的 會不會接下來的政策會越來越緊呢 或者對騰訊本身一個這麼大 主要的收入來源 就是微信方面的平台 會帶來一個很大的 用戶上面的打擊 又或者收入上面的壓力 我覺得又不需要太擔心 當然短線裡面 當那個市要回 又或者當騰訊之前升了這麼多 藉著這些負面的消息 來沽一陣是絕對不出奇的 但是會不會因為相關這些調查 令到內地人不再用微信 不再用他當中的平台 我相信機會是相當小的 因為這次的針對點 都只是有很多用戶 在微信的平台上面 post一些可能是色情 可能是暴力 甚至乎可能影響國家安全方面 一些資訊或者圖片 當然內地對於這方面是相當敏感的 可能是之前那一陣子 可能某些政治事件 又或者某些比較暴力的圖片 是出來了 令到相關當局有些戒心 但是現在出了這個警告 我相信接下來騰訊要做的 就不是說全部不讓人post 反而就可能在審查上面 會再嚴謹些少 但是其實這方面對於內地來說 都不是什麼陌生的事 所以即使你說接下來是做 嚴格監管或者審查方面多些少 相信對於國內民眾繼續用微信的影響 不會說真的太大 最重要的是始終它除了微信這個平台之外 沒有很多其他選擇 所以由於有這個壟斷的優勢 相信有關的政策 就不會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所以短線這個消息 只是在氣氛上面 情緒上面 令到騰訊股價會跌一些下來 但是不會說真的對於它整體的業績上面 或者業務上面 帶來一個很明顯的衝擊 好啊 最後當然也要問Jason 怎樣看騰訊的股價 因為看到今天都跌近4% 又報314元 你覺得這是一個入市的時機呢 其實是說騰訊一天內跌4% 在這一陣子都相當少有的 對上一次就是說7月份 當時就是說 那個王仔榮耀的遊戲 受到相關那個批評 或者一些政策出到來 就針對它 令到股價都是跌得比較多下來 但是跌完那一陣子之後 很快股價衝了上去 這一段股價也都在高位上面 再做一個調整 那你問我調整到去什麼位 就相當難猜的 如果就這樣看那個圖來講 那它在二十天線 大概三百一十元這些位置 都是有個初步支持 但是根據你說 對上一次的調整 是曾經跌穿過二十天線 再落一條五十天線 才找到那個支持 那你說這一段 會不會都有類似的情況呢 但是如果你說 在手頭上面真的沒有貨的話 其實在三百一十元左右 甚至乎你說現價這些位置 開始可以去到吸納的 那當然如果你說 本身都已經是拿了很多貨 可以再等等 那貪心一點 看看接下來的市場 可能再落多一層 會不會都令到騰訊的股價 有機會跌下去 就是三百元以下 那到時候才考慮去到樓底 好的 那我們暫時就和Jason 談到這裏先 都和你申報 剛才提及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 稍後回來 Jason會為大家解答股票上的問題 稍後再見 歡迎回來即市攻略的環節 再提一下大家 如果有什麼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 可以打電話 或者可以WhatsApp給我們 去到6374-4502 6374-4502 到時就可以問Jason的意見 而這次我們繼續有Jason 和我們聊聊天 Jason 你好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喂 你好 是不是林先生 是的 五個案 五個案 三條七沒有貨 看看哪個位可以捕捉上網多少 麻煩 好 林先生 是網龍 林先生問777 網龍暫時沒有貨 今天跌2.4% 暫時報二十個一毫半 林先生想知道他沒有貨 哪個價位可以入 網龍其實今年以來 都沒有什麼說 真的怎麼跑贏的事 很多時候其他科網股升 或者其他遊戲股升 他都沒有什麼怎麼動 因為始終網龍現在做的業務 就不是說都真的以那個手遊為主 反而就是說在網絡教育方面 那些業務就比較多些 這一類的業務其實在這個概念上 今年不是太多人炒 那當然如果你看回去 短期的走勢都是弱的 但是幸好在之前 就是五月和七月初那段時間 都曾經跌穿過二十元去到十九個多 都即時是有個支持 就頂住 就沒有再怎樣跌下去 跟著也都出現過一些反彈 那一陣那個跌浪 由二十二個半 即是說七月中開始都跌了下來 那現在去到大概也是二十元邊附近 那看看會不會都好像之前那樣 去到十九個多的位置會有個支持 所以如果你要駁一個反彈的 即是短線的一個部署 那我覺得它有機會穿一穿二十元 就可以去到撈一撈底 那但是都要小心啊 你買的註碼 即是不要說太大 還有就是純粹駁一駁這一層可以反彈上回去 那你都盡量穩陣你這件 就定回止洩位 放回在十九塊 或者18.8塊左右 穿的話都要先走一些貨 那你說短線駁去反彈 但到什麼位置 那也都不要說太過進取 那可以量度下降軌下來 大概就去到二十一個半至二十二元左右 那我覺得都應該要找位去到食糊的了 好啊 明白的 接著我們再接聽第二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喂 你好 是不是范小姐呢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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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問你現在的市場這樣錄到幾時 還有呢 又說南韓和美國打仗又怎樣 那個市場是不是一直沉下去呢 是 范小姐主要是想問大使的 有沒有其他股份上的問題想問 是的 因為我拿著中國平安 是 那你今次走還是不走 是 有沒有幾千買入的 范小姐 我46元買的 好啊 46元買的 那我們先跟Jason談談大使 好嗎 范小姐也想了解一下大使 好像今天跌得這麼急 接下來可能外圍有一些地緣政治的因素 會不會擔心它越來越跌得厲害呢 剛剛提到地緣政治 就不是說美國和南韓打仗 是有機會說北韓和美國那邊有些衝突 那說北韓那邊是威脅 又說有機會射導彈去關島 特朗普方面也都回應 可能如果北韓有什麼挑釁 不排除接下來會牽涉到一個更大的風暴 那由於這些相關言論就令到市場很擔心 那所以都見到這兩天呢 資金都由一些股市裡 一些風險性相對比較高的資產 就轉投回去一些避險的資產上面 那例如就說美債啊 日元啊 黃金等等 都是有個上升 那如果你說短線裡面 大家都是困擾於在這個問題上面 不排除那個恆子呢 有機會再跌深一點點 那但是你說在它再跌之前呢 亦都有機會先彈回 可能去兩萬七千二百點左右 那到時候就要小心的 如果你說現階段拿著很多貨的 可以就等它下星期初 看恆子有沒有機會輕輕彈回 可能二三百點左右 都要稍稍去清一清貨先 如果你說打算撈底的 這些位置就未必是一個這麼好的機會來的 因為接下來彈完之後呢 那個市再深一點點的低位呢 都絕對不出奇 好啊 接著呢 范小姐呢 還有問一隻股份的 就是二三一八 中國平安 范小姐的賣入價呢 就是四十六元 今天呢 就暫時在報55.9 跌著百分之2.2 那Jason 你覺得 現在怎樣部署這隻股份好呢 好啊 看回這隻股份呢 也都是在之前那幾個月呢 是升得相當多上來的 那要留意的是 平保本身在那個保費收入的增長上面 或者新業務價值的增長上面呢 都算是相當不錯的一家內險股 那也都是有一些的概念啊 就包括他旗下的那個錄金鎖呢 接下來都說有機會再拆出來上市等等 那所以他在走勢上面呢 都比起其他內險股呢 是一直以來都叫跑贏了 那你問我 為什麼你說這幾天啊 他的股價由高位跌這麼多下來呢 其實又不是說很關於 那個基本面的問題的 反而就說這一段個市跌呢 之前升得比較多的籃銹股啊 或者一些重磅股呢 都要是跟著回套了 那見到他的股價 就是之前跌穿了57元 今天跌穿了57元這些位置呢 短線裡面有機會可能再試心一點點的 當然啦 短期就55元這一條50天線呢 就有一個支持啦 那但是這個支持力度會不會很大啊 或者是接下來有個反彈 會不會真的彈到很高呢 那我都有些保留啊 那所以如果你說平保你拿著貨在手呢 如果有機會去到下個禮拜啊 跟著市場輕輕彈回到57元至58元呢 都可能先找位置去減一減磅 好啊 跟著呢我們再接聽第三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喂 你好是不是胡小姐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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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哪些股份的 我想問三個股份的 謝謝你 好啊 我想問二六八呢 我都五個三二八 都很累了 我想問現在跌到差不多三元 零七 我想問我會不會扣貨呢 是 還有一隻呢 一一八六呢 我都是很高位的 十六元有貨 十三元有貨 最近呢 十六元有貨 十六元有貨 最近呢 十六元有貨 十二元有貨 我想問十六元有貨 這四千元有貨 可不可以現在自私它呢 是 是不是問兩隻 是嗎 兩隻先 是 銀河六百八一 七個一入 我想問銀河應該怎麼做呢 好啊 好啊 我們逐隻逐隻來吧 好 Jason先說二六八 金碟國仔 家庭觀眾呢 就在五個三買入 現在就 先報三元零七 他就想知道可不可以扣貨呢 這隻股份 又看回近牌的市 都是弱的 這隻股份更加比市還要弱的 基本上 你說在今年裏面 它的股價又不是說升很多 一直都只是介乎 可能是三個一啊 至上面三個六 就反反覆覆 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橫行區 但是又沒有一個很明顯突破的 那你見到它在這一排 由高位跌下來 那個股壓多大 還有在今天裏面 也是跌穿了 就是之前那個的上升軌 那要留意著的 就說整個橫行區 剛剛說到 大概的支持就在三元左右 一旦股價跌穿了三元 不排除會再跌深一點 所以這隻股份要溝貨 都不在現在這些位置做了 好啊 然後還有第二隻的 就是1186 中國鐵建 加拿來的觀眾 分了幾個價位碼 有16元 13元 還有10.2元 想知道應該怎樣部署這隻股份 好啊 那看回這隻股份本身 也都是在今年裏面 屬於跑書大市 其中一隻股份 基本上就是整個基建板塊 但是呢 今年以來的表現都相對是比較弱 一些的 但是當然你說 其實它本身那個基本因素 又不是差得很厲害的 只不過就說 在這一兩年裏面 都沒有一些新的高鐵項目 都有一個不錯的開工量 那這一方面的收益 應該是不會說差對邊 那所以去到月底的時候公佈業績 會不會在沒有什麼期望底下 帶到一個驚喜給大家呢 那這一方面我覺得是可以關注的 那所以這隻股份 如果你拿著貨 暫時可以持有著先 初步之前我相信 9.8左右應該都會找到的 那股價你說在網上去看幾多呢 我當然都不會說太進取 短線來說就先看10.4 10.5左右 你說真的升穿到這個位 那上面大概去到11元的位置 都會有個多大的阻力 好了 跟著呢 最後一隻就是 6881中國銀河 那胡小姐就在7.1買入 那現在就跌2.1% 佈6.79 那今天都創過一個月的新低 最低見過6.76 那胡小姐就想知道 需不需要止洩呢 在這個價位 這隻券商股呢 也都近來比較令人失望 雖然你說8月初 或7月底那段 彈過上去7.4 但是跟著無以為計 也都在最近這4個交易的裡面 由7.2跌回到6.8 整個橫行區的形態 仍然都未改變 那短線你說這些位置 要不止洩呢 暫時不需要住的 但是要小心一點 下面大概6.6左右這個位置 能不能夠守得住 如果你說下去 能夠守住 彈上來的 我覺得你可以先拿著 讓股價能夠彈上去 可能7.2 7.3這些位置 才考慮走貨 但是相反 如果下面6.6這些位置 都叫做明顯跌穿了的話 可能都要考慮做風險管理 好啊 這一節就跟Jason談到這裡 先跟你申報 剛才提過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